字幕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同学谈的是 光的双峡缝干涉素养导向教学 我是台北市大理高中 林春黄老师 首先先请各位同学看这一支实验影片 当你看这个实验影片的时候 请你拿出一张纸 一支笔 记录下来你看到了哪些器材 发生了什么现象 或者是哪些有趣的事呢 根据老师多次教学的经验 下列这些是常见的答案 有人说光有条纹 也有人说有霞缝 雷射光有红光也有绿光 有方格纸 绿色的雷射光 还有屏幕距离 诶 屏幕距离是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屏幕到霞凤的距离 还有一个名词叫霞凤间距 霞凤间距是什么意思呢 霞凤间距指的是 两个霞凤之间的距离 这些名词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有哪些是相关的东西呢 好 我们把红光跟绿光放在一起 这些都是雷射光是我们实验的光源 再来我们把霞凤跟霞凤间距放在一起 霞凤是实验器材 霞凤间距指的是这个霞凤之间的距离 也就是两个霞凤中间有距离 称为霞凤间距 再来是方格指 就是让我们干涉条纹打到的屏幕 所以光的条纹会打到方格指上面 最后个是屏幕距离 指的是霞凤到方格指的距离 这些名词跟我们的实验装置比对起来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雷射光打到双霞凤之后 出现了亮暗纹 也就是光打到双霞凤 互相干涉 出现了亮暗纹的现象 再来请同学猜猜看 当光通过一个洞的洞口之后 后面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在这里我们并没有跟你讲洞是大还是小 同学你可以用你的创意去猜猜看 或者是用你曾经学过的模型去画画看 没有对错哦 越多越好 好 常见的答案有下列这些 第一个是 他说如果洞口很大 雷射光会出现一束光的现象 这个模型我们称为 粒子模型 第二种是 有人说 因为后面有一点一点的亮纹 所以雷射光 像分叉的直线一样 通过洞口之后 会跑到各个亮点去 这个模型我们称为 光速分叉模型 第三种是 有同学说 雷射光像气体微粒一样 通过之后 会像一颗一颗的气体到处乱跑 我们称为气体微粒模型 再来 第四种是 神波模型 有同学说 光就像神波 或者是横波一样 通过洞口之后 有波峰跟波谷 这样的现象 我们称为神波模型 最后一种是 光像水波一样 通过洞口之后 会像童星园一样 向外发散 这个我们称为 水波模型 也有人会在上面加个WiFi 跟他看到那个图形很像哦 同学 你画出几种呢 画的越多 表示你越有创意哦 再来 第二个问题是 请你使用这些模型 试着预测光 通过两个狭缝时 可能会发生的现象 也就是说 你把 本来通过一个狭缝的现象 复制 贴上之后 看看 如果是两个狭缝 它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有没有可能 会出现像双狭缝干涉 一样的条纹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 例子模型 如果光像例子一样 通过双狭缝 第一个洞会出现 一直线 后面会出现 一个亮纹 那如果是双狭缝的话 那如果是双狭缝的话 就会出现 两个亮纹 跟我们的双狭缝干涉 条纹有相似吗 答案是 没有 这个模型 只预测到了 后面会出现两个亮点 所以 光的双狭缝干涉 后面应该不是粒子模型 再来 我们使用第二个 光束的分叉模型 来推推看哦 我们先在上面这个 狭缝画一个 分叉的模型 在下面这个狭缝 也画一个分叉的模型 同学你看一下这个图 你有看到 什么特殊的情形吗 有人已经看到了 在某些地方会有 光束的交汇哦 这些地方是光束的交汇 光束在这个地方交汇了之后 这些地方可能会出现亮纹 这个跟我们双狭缝干涉 好像有点像哦 在后面一点的地方 也出现了一些亮纹 这个现象 跟我们双狭缝干涉 是蛮类似的 可是同学你再想想 你有没有觉得怪怪的 好像有些地方怪怪的哦 我给你一个提示 但是你看一下 前面的亮纹 跟后面的亮纹 在这两个亮纹的中间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形 中间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是没有光束的交汇 也就是说如果后面这边有一些亮点 往前移一点 是会出现暗纹 然后再往前又出现亮纹 也就是当我把屏幕往前移动的时候 干涉的亮纹会出现一阵子又不见 又再出现一阵子又不见 同学你在刚才的实验中有看到这个现象吗 刚才在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屏幕是往前移还是往后移 亮纹都没有消失 所以这个模型是错的 再来 我们使用气体微粒模型来画画看 有没有可能出现像 双侠风干涉的 条纹的样子 有同学这样画哦 很聪明 他说 气体的微粒会排一直线 刚好跟我的双侠风干涉的条纹 是一致的 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可是同学你要想一下哦 一开始我们就假设了 气体微粒 会到处乱跑 他会这么有规律吗 如果他不会这么有规律 你怎么可以画这样呢 或者是说 当你这样画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 违背了气体微粒模型的基本假设 是气体会到处乱跑 所以 我们不能这样画气体 所以这个模型是没有办法解释 双侠风的条纹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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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